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家里边经常喝这种手冲咖啡 摩卡湖咖啡 或者是什么爱乐鸭 聪明杯 那今天我们来做一个有趣的实验 我们要讨论一下这个磨豆机在我们制作咖啡的过程中 它扮演的这个角色到底有多重要 那今天我拿了三款磨豆机 一个是市面上常见的这种手摇的磨豆机 那另外一款是在目前市面上最新款的 我刚在淘宝上买的 这个超低零转速无级刀盘的黑科技磨豆机 大家可以欣赏一下啊 ok 然后呢还有第三款啊 你如果还是经常去咖啡店的话 你可能会在咖啡店里面见到它这种商用的 这种呢它比较大 然后呢个头比较就是魁梧 我们今天呢对比一下这个市面上常见的这种手摇磨豆机 还有这种黑科技磨豆机 以及这种商用的电控的磨豆机 到底有什么区别 我们今天呢用的是这个水洗的这个阴霞雪杯 刚研磨就能闻到这种很清新的 感觉有点像麦芽的味道 ok 手摇磨豆机的结束 明显能感觉用这个最新黑科技的这个磨豆机啊 在研磨的时候更加有乐趣感 终于经过我的这个不懈的努力啊 然后用这个我们黑科技的磨豆机把这个咖啡豆研磨好了 感觉闻起来要比用手磨磨出来的更加的清新一点 因为毕竟是这种黑科技嘛 它是零风味损耗的 零转速超低温的这样的一个研磨 所以说呢它就不会有这种风味的损失 我们为了保证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公平性啊 然后我们进行了一次盲测 我现在已经戴上了这个眼罩啊 等一下呢 毕童会把做好了这三杯咖啡啊 它分别标记起来标记起来之后呢 它会端给我让我来喝 那我会把它从好喝到不好喝排一个顺序 咖啡在哪 你从左边开始吧 你帮你递给我吧 好 免得观众说我有标记 对不对 你递给我哪一杯我喝哪一杯好不好 小心 我感觉我戴上眼罩了之后什么都闻不到了 这边感觉稍微有一丢丢的淡 有点像绿茶或者是茉莉花茶的味道 喝起来感觉还蛮不错的 尾段带一点点色味 好 第二杯 等一下我会选一杯我最喜欢喝的啊 这杯闻起来感觉 风味感比刚才那稍微强一丢丢 这个比刚才那个甜一点 但是喝不到那个茉莉花茶的味道 很平衡 OK好第三杯 这是第三杯 第三杯感觉闻起来 和第二杯有一点点像 这杯感觉body感更强 就是更饱满 那第一杯有茉莉花茶的那个 它是有一点点就是淡淡的 它的咖啡的味道不是特别重 但是第二杯和第三杯明显要好 body感更强 甜感更突出 我排一下顺序吧 我最喜欢的一杯是那个 我喝的最后一杯 第三杯就是电动的 第三杯明显我能喝出来它是 它是就是风味感body感非常强的 我第二喜欢的是我喝的第二杯 然后第二杯是number two 第二杯是我们的黑科技 第二杯是黑科技 对黑科技 最后一个是第一个 因为第一个它的味道真的是 虽然说它有茉莉花茶的味道 但是它太淡了 它整体喝起来就是不平衡 没有body感 第一杯是首要的 那有很多人问什么是body感 然后我拿牛奶来对比吧 就是当你喝了一杯水的时候 你的口腔是感觉不到有厚重感的 当你喝了一杯牛奶的时候 你能感觉出来哇 口腔里面很满 非常非常的厚重 这就是一个body感 它是一个触感 它并不是味觉 OK 手冲的已经对比完了对吧 手冲对比完了之后 等下麻烦B岛你再去做三杯法压壶的 法压壶 对的 同样是咖啡豆 同样是这三个摩托机 再对比一下这三个法压壶表达出来的味道 刚才手冲咖啡已经喝完了 然后现在我在等B岛再做法压壶的 尝试一下这三个摩托机用法压壶做出来到底有什么区别 看等下我要选哪一杯 你看第一个你想让我尝哪个 思考一下 给我个最难的 我先尝试这第一个 我感觉法压壶的好像要比手冲的要好喝 更丰富一点这个味道 尝试下第二杯 这杯的话从这个口感的浓度上来说比刚才稍微淡一点点 难道这杯是无极变速的磨豆机的吗 刚才那杯可能更好一些 好来第三杯 需要好好的认真品间 这是最后一杯 最后一杯了 这个闻起来的那个味道就感觉比刚才两杯都要稍微浓烈一点 我再尝一下啊 喝起来更浓郁 比刚才那两杯都温润一点 酸感和甜感更平衡 然后有一点点那种橘子汁的味道 我再对比下第二杯 第二杯感觉喝起来跟第三杯来相比 略微逊色了那么一丢丢 我更喜欢第三杯 它喝起来整体的风味表现 有点像橘子汁 但不是那种非常酸的橘子汁 它是橘子汁带甜 所以说它的那个酸度和甜度很温润 body也非常的足很平衡 然后第二杯呢 就是略微的逊色一点 喝起来比较平淡 没有那么强烈的那个特点 第一杯喝起来它的浓度有点略低 所以说我还是更喜欢第三杯 然后第二杯是number two 然后第一杯是number three 然后第一杯是手摇摩托机的 第二杯呢就是我们的黑科技 第二杯呢就是我们的黑科技 第二杯是黑科技 对 然后第三杯是电动的 你还是最喜欢电空的 对电动的 你还是喜欢电动的 第二个喜欢的还是黑科技的 啊这是不是 那这个顺序是不是跟刚才手冲的那个顺序是一样的 好像也是的 对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 哇塞 所以你的直觉是很对的 看来我们这个黑科技的摩托机风味表现还是可以的 一直稳居第二名 然后这个商用的这个电控的摩托机 稳居第一名 对不对 而且我发现啊 用这个法压壶做出来的咖啡啊 它和手冲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手冲它更加去向于干净一点 用法压壶做出来的咖啡呢 它的风味更rich更丰富一点 但是干净度略低一些 因为它毕竟它是浸泡式的萃去 那手冲咖啡呢 它是过滤式的萃去 这刚才就是这三杯 你刚才喝完了这三杯 你自己更喜欢哪一杯 我还是喜欢电动这个 电动的这个 为什么呢 说下你的理由 口感很平衡 味道又很综合 OK把它干掉吧 咖啡的去就干 你来干 这是你来了 你不是喜欢吗 来来来来 你那么喜欢来这是你来 你怎么害我啊 蒙着眼睛吧 我今天已经喝了六杯了 还忍心让我再喝一杯 你都没喝完啊 你都尝一下啊 来干了吧 我干这个少的 我喝我们这个黑科技的 OK好来 Cheers 你喝啊 你不喝完呢你这个 你喝嘛 好来 我喝完了 你喝完没 我喝完了 那今天呢 我们也喝了这六杯咖啡 然后呢分别用不同的这个研磨方式 以及制作方式 制作出来的六杯咖啡啊 希望呢这些东西 呃对你们有一些参考性 这期节目呢就到这里 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节目 那希望你们能够长按这边的这个点赞键 三连一下 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Cheers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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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